一个人真正的厉害之处,不是左右逢源,而是学会翻脸,什么样性格的人最容易吃亏,原来一直以为,脾气大,情绪不好的人,最容易在事情上吃亏,经历多了慢慢发现,其实,没有脾气的人,更容易吃亏,千万别说吃亏是福,过分善良,没有尺度,没有底线的善良,就是助纣为虐,为难自己。 一个人的厉害之处,永远不是左右逢源,而是该翻脸时就翻脸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对人品不行的人翻脸,才能够远离祸害,尽诛者赤,尽默者黑。 一个陌生人在了解你的时候,都会下意识地看看你身边朋友的人品如何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品行端正,自然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,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品不好的人,就说明你心里其实也有一点不干净的心思。 所以,别让自己的心软害了自己,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。 你以为洗心革面,重新做人的人,其实是在你面前戴着面具,通过你的存在,来站稳自己的脚跟。 对于一个劣迹斑斑的人,你不愿意和他翻脸,就会被他加害,他总是干坏事。 你和他是亲戚朋友,要么被他同流合污,要么被他牵连,都不是好事,要学会拒绝,敢于对别人说不。 有时候,自己就是一个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,更不懂对别人说不了。 太多时候,面对别人的求助,总是认为该帮忙就帮忙,从来不去考虑自己的实际接受情况,让自己为难,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去浪费自己很多时间。 之所以如此,就是害怕别人不高兴,担心别人对自己印象不佳,可是,越是如此,越不能取悦任何一个人,也没有让更多人喜欢自己。 更别提什么左右逢源,相反让很多人对自己不满意,记得郭东霖曾经表演过一个小品,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,想让别人高看自己一眼, 像别人说自己有门路,可以买到火车票,但是真实情况是,自己要搬着小马扎去排队买票,除了不想丢面子,就是不懂拒绝,不敢对别人说不。 他对于别人的求助,可以是从来不会拒绝,以为如此就能混得好人员,就能让人高看一眼。 没想到最后还处处遭埋怨,一个真正厉害的人,不是没有善良,而是从来不会滥用自己的善良。 懂得照顾自己的情绪,对于别人不合适的请求,要果断拒绝,不要因为别人去伤害自己,更不要让自己持续为难再去。 当你学会了拒绝,懂得了说不,其实就是明白了取舍,在别人眼里才会赢得尊重,对背后说你闲话的人翻脸,才能保持生育,都说身正不怕影子邪,却没有想过三人成虎的危险。 有一些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,不一定就是针对你,可能只是觉得生活太无聊,给自己找个乐子而已,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,让你没有办法当面直接否认,偏偏别人还会因为。 你与他关系不错,因为你不否认,他们就默认这些话是真的,声誉是需要经营的,只有自己付出了努力,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,和这种人没有必要虚与伪移。 既然他都没有拿你当成自己的朋友,那你又何必给他面子呢?直接翻脸,就相当于给自己解围,告诉别人他的话都是假的,他以后也再也没有虚假的料去报给家人,自然就消停了。 忍让,换不来友善,读书的时候,班里被欺负的同学,往往就是那几个,因为别人觉得他们好欺负,他们不会反抗。 欺负他们没代价,所以矛头都只对准那几个人。 作家百邦尼曾经说过他的故事,他读书的时候,男同学老拿球砸他,他很委屈,他也很无奈,他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反抗别人,所以他只有选择忍耐。 他也曾经以为,只要自己算了,忍下来了,别人也就会算了,也就不会拿他开算了,但他忍下来的结果,并非别人开始善待他,而是更加频繁地欺负他,以至于后面的很长时间,他都很怕那个同学《三字经》里面强调,人之初,性本善。 与人为善 善待他人,心怀善良,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,也是我们行走天下的立足之本,但有时候,忍无可忍,便无需再忍,因为忍让换不来别人的友善,就像心理学家伍志弘曾经说过的一样,胜而为忍,懂得忍让是好事,但忍让是要有底线的。 适度地忍让别人,说明我们教养好,我们大度,但超过那个度,我们便会成为受气包,我们便成了出气筒,别怕麻烦别人,懂得让别人帮自己,在太多人的心目中,能够接受别人经常来麻烦自己,但是不愿意去给别人添麻烦。 以为这样才是一个厉害的人,应该具备的能力,我觉得,有人遇到困难给予帮助是应该的,但是,我们自己有麻烦,也要去让别人给予解决,别怕麻烦别人,也别怕别人的拒绝。 但是,我有一个朋友,自己一直秉承的为人处事标准是,不给人添麻烦,为什么?他觉得可以帮助别人会让对方高看自己一眼,不给人添麻烦,显得自己更有能力,于是,太多人找他帮忙,都是来者不惧,自己从来不会去找别人帮忙,他以为这样,就能收获自己的好人员,赢得别人的尊重。 但是,在太多人看来,他只是容易说话的善良人,没人跟他深交,也没人跟他有交情,甚至,大家一遇到点难事就找他,不用,白不用,让自己去麻烦别人,其实是一种人际互动,是建立彼此良好关系的开始,最重要,你会通过去麻烦别人,看出谁对你是真心的,谁只是为了让你帮助他而已。 你没必要为这样的人,再去伸出援助之手,而是该翻脸就翻脸,不用看对方的脸色,我们之前经常说一句话,你如果要看一个人,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,就去跟他同做一件事。 看他在其中,是否愿意与你一起解决问题,这些的背后,是互相互助,是珍惜彼此的关系,更是珍惜你。 这样的人,值得我们深交,更值得我们一辈子真心对待,善良,换不来适可而止。 朋友是以自媒体为生的自由职业者,他曾经就因为整天有人向他求教而烦恼,自由职业是一份很让人羡慕的工作。 很多人认为,自由职业不受时间管控,不受别人管控,所以很多人都很向往,朋友经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账号,收入还不错,很多其他的朋友听到他在做这个之后。 纷纷上门求他教剪辑,求他教写文案,求他教运营账号,朋友想着,本身自己也会,自己也需要做,别人既然有求于他,那教就教呗。 谁曾想,有的人越问越得寸进尺,甚至还有直接让他帮忙剪辑,让他帮忙写文案的,原本朋友是想着,既然有的人有意向,就稍微带一把,但没想到,别人要的不只是带一把,而是想把他自己的事情强加给朋友。 如果不帮,有的人言语上就会不太好,甚至觉得他太傲娇,有的人就是这样的,不是我们大发善心,对方就会感激我们。 对方反而会利用我们的善心,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,没有边界的善心,只会让别人得寸进尺,没有边界的善心,只会让自己被压榨。 所以很多时候,预示我们无需善良,因为换不来别人的适可而止,有的甚至是变本加厉,所以很多文章里总是强调,做人,善良要有耻,忍让要有度,聪明的人,懂得在合适的时机翻脸,作为一个聪明的人,就会懂得该在什么时候翻脸。 这里所说的翻脸并不是说闹就闹,无理取闹的那种,这里所说的翻脸,就是在关键时刻。 摆出一种自己的姿态,说出来自己的一些要求,给别人传递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这个人是很刚的,他不能随便地欺负你,不会他以后处事就会很难看,如意传理的海兰就是这样的,一开始的时候,他一直就是唯唯诺诺的,看起来就比较单纯善良,在宫里处处地忍让, 但是就算是他谁都不招惹,大家还是会和起伙来欺负他,后来他不断地变得强大,一点点地开始强硬起来,该翻脸的时候,懂得翻脸,在宫里的地位,在皇上面前的地位,就在不断地上升。 最后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了,在宫里的生活是很复杂的,当然在现实生活中,当然也会这么地复杂了,不管是在面对哪种情况的时候,都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, 都要在恰当的时刻翻脸,都要在该翻脸的时候,千万不要绷着,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呢,忍耐是一种美德,有时候也会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。 我们在社会上混,形形色色的人都会遇到,有的人会成为你的朋友,可以帮助你,有的人会成为你的对手,想方设法打击你,有的人会故意伤害你。 让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,有的人就是一个旁观者,对你不闻不问,道不同不相为谋,遇上以上几种人,就别硬要融合,浪费时间,学会翻脸,反而能够做自己的事情,过得更加轻松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